这把打谁 暴女大爷 先搜一下开局真材一波敌情看是不是小带 一般玩暴女的外地人比较多 他玩主王塞拉斯艾克 但是战绩一般 英雄是小带英雄 战绩不是小带战绩 初步判断应该是个本地佬 2级打3了 这样就不容易两级被号码摆到 先往上面拉一下 在扫描的暴女 直接把线推过去 回想就没必要蹲了 抓中 玩打也一定要随机应变 多收集一下线上的信息 直接改道就抓到了 原本是打算抓下 但是因为我们下路压陷了 这时候暴女并没有去抓下 如果我们在下路蹲会出现两个情况 你就干蹲蹲不到 然后我们中路这波死了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下路显点分金 让你滚蛋 这暴女血量不是很健康 他扫描没有一眼的 感觉我们可以去刷布四浪来 伤害差了一点点 他奶了一口血 感觉这艾克的样子应该是没闪 当环加速 弹歪了 还得加速战 没减速到我 再盪一下 能盪得到吗 现在这个减速 太少了 大家看上熟练度反向有点低 这个 暴女要来了 再不走要死了 还要贪 这边蹲一下 他这个异的弱点的位置 他把握得很差 在阿克上 他弱点的位置 不是他想弱点该弱点的位置 他这个线烂掉了 少吃两波线 这种时候你不能去刷野 刚才这个暴女去抓的话 你让这个暴女吃到经济 待会你就刷不了野 只是这个暴女没来而已 按道来讲他是该来抓的 像两个残血又是压在塔下的 看不懂他 可能预判了我的预判 但是我应该在上半区 刚说完在上半区 因为他下面去的野都没了 直接打龙 来呀 我都快要打完了 给这暴女这波回下 我们立马去打先锋 先锋是我们的龙野 是我们的 这狗头有大 这波可以抓一下 直接开大干他 我来上 快点快点 后面有人在 你开大 你怕什么线这么惨 他不可能跑掉的 再拖一会人过来 我除了这个人 早点留人 打点血 不要让他进厕所 在对面支援前就给他先秒 下路烈士 中路死了 感觉小龙要没了 到底没打 还没听到龙的声音 要开大了 他这个评价打满了 想要他不能杀他 应该可以 这边丢了一个眼 左边应该是没眼 反正来做眼 他要吃这个塔 先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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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攻打他可以杀 阿奇阿克上 你怎么做到的 这把 又有点难赢了 这把阵容还不好 我不知道这艾克哪来的 对面打野都没做什么事 莫名其妙就要赢游戏了 先要宽住 把他闪现在EQ塔 这跟玩强势点的打野有什么关系 我这把打得挺强势的呀 对面人头跟打野都没关系 你知道意味什么吗 直接线上都炸穿了 我的打法很强势跟英雄没问题 你不能说线上奔了 你就赖打野 我这还不够强势啊 他往这边有点把人吓到了 别跟我 他来着把我位置暴露了 你别跟我呀 我是刺客打法的 他跟我没有用 他跟我 他跟我只会害我 上路全奔这一把 他这样子直接当着对面视野过来 他们就知道我这个点刚才有人在的 我就卡不了视野 你打团想命中率高的话 就得卡视野 我玩的心有点累了 如果这种局再来两把 我今天我就不想拨了 你们懂意思吗 我想玩的轻松一点 因为我开拨到现在 每一把都是这样的局 太费精力了 打一把比这场对决打三把都累 我想玩的轻松一点 精力有限 这些奔的人还一直带 我感觉我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 推的剃 传展的剃我可以杀他 你妈的一刀就给我秒了 我想先拆塔再杀他的 挑飞A一下 感觉应该先秒他 先EQA2A 先杀他再拆塔 应该这样 我一刀就死了 应该是暴击了 他就打了我一刀 就一刀加个Q 没了 命的就是立杖而亡 这龙魂要是掉了 这把就没了 这把这把是我唯一今天在努力的一把了 因为我今天努力的太多把这种局了 如果这把努力也没有结果 也没有正面反馈 我就不想努力了 没意思 这龙魂刷了他还要戴 点一下他 看他有没有没反应 别悲观一把游戏而已 不是啊 这对于你来讲是游戏 对于我来讲是工作 我不是悲观 我在说 我在说试试啊 我在说发生的事情啊 这不是悲观 是在直面现实知道吗 我打了一晚上这样的局了 打得累了 这船长我都不敢惹他 我感觉他一枪暴击 我要死 他刚才一个AQ把我秒了 让我印象很深刻 我都怕他炸到我就死了 怎么不来个人呢 我操了 他想想起来AQ杀我他 看到没有 就没个人过来是吧 可以 我跟他battle了半天 没个人过来 他非常想瞄我这场面 你不会还想蹲我吧 还真的在那边蹲我 感觉我算慢了 应该大一点 这波R的快点落地在A一下 应该能杀他 这两波沙拉都是犹豫了一下 就犹豫了那么0.1秒 再总结经验 你要总结经验吸取 下次你碰到同样的情况 你就能成功 得学会反思 这不是解释 这讲给你们听也讲给自己听 玩游戏怎么样才能成长的 这样才能成长 像我以前刚玩的时候 我玩的菜 我连人机都打不过 刚玩这游戏 我就想着为什么我打不过他 他为什么能赢我 我就去研究他的天赋 符文之类的 研究他的出装 他为什么能赢我 他有一波操作很帅 我就会去搜 他是怎么样能打出这种操作的 我就会去学 然后学着学着 我就发现我就上 我就上了埃尤尼亚国服第一了 然后就别人开始学我了 没有骗你们 真的 现在能机很好打 以前能机很难打的 以前能机他经济起得很快的 你不会以为以前能机很好打吧 以前能机跟现在能机不是一个难度 没有骗你们 只是你们现在听我说话的语气 可能没那么一点 你看这笔仰的还在带线 还在开到带里 被打爆了 然后自己猛猛的带 让别人来压力 让队友承担 然后让队伍打4 能赢 然后我塔推了 我立功了 在队友能赢的情况下 不是他厉害知道吗 你真正要赢了 他推的是你能牵制一个人 哪里是这么带的 他是自己被打奔了 他只能带 放个这么肥的船长来打团 你们真以为他拆家是他的功劳吗 我下马上玩个钟 让你们看一下 我不仅能拆到家 我还能杀对面 这跟他有屁关系 你双条狗来 你都能带 你都能拆这个家 拖住拖住 拖住拖住 我好像我可以拆这一波 拖住 我杀了一个暴力打不过我的 这才叫拆家 杀对面最肥的点 再把基地拆掉 今天我不玩打野了 玩的有点放恶心了 赶快再来 再把一把这样的局 我要下关了 兄弟们 受不住了 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今天 今天已经是我能承受的极限了 我受不了 我也不想给你们传递负能量 但是今天全是这样的局 你们也看到了 有眼睛的应该都看到了 我累了毁灭吧 今天这种局 我不会想的翻了 能带着的话就赢 带不了就算了 你看这个又傻逼大幕就恶心 拆家子又我能拆 队友不能拆 我就说他不能 自己被打崩了 放一个这么肥的人来 然后让队友武打四 你一个人搁在那边偷 你这一点作用都没有 重点在这 而不是他不能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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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